不认识自己就要想来认识自己是生母 所以这个味道是很不小的 归来以后呢 能量是一小隐喻即将来 哦 自己的本性正如本体 就是本来没有改变的 我们在坊间人与老少 心与不熟 我们的本性也是那样 甚至于想来无趣流转 六道轮回 那个本来没有欢是那样 所以即至归来 我也是习乎隐喻即将操 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 所以就要想尽办法 要去了解 认识自己 所以未到千般 恨未消 但是及至归来无一物 就是我们终于了解自己之后 发觉到其实我们自己的本性 我们自己的真心是一样的 而这些是男女老修 我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要经历的是最后这一世机遇 我多了以后 心神流水的神 都是作法如来说法的神明 鸟叫 吹声 都是作法如来真理的音声 这是我们听不懂 神色无非清净成 红的花 本的花 山水等等 这都是如来发生清净的发生 这也是我们的本体 这是我们也不知道 一个人没有摸到自己的逼迫 从来的春时都不知道 等到我们正式参识开议之后 我们才了解到 原来吹声尽是广场声 就是吹水的声音 甚至鸟叫的声音 车的声音 这些都是如来说法的声音 而山色都是如来的发生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没有了解到 没有体现不到 所以我们一个人 如果我们的手没有放在鼻子上 我们甚至连我们的气 是怎样呼吸的都不知道 一个产者 不是一个小乘治疗患 重要的 在一半万四千计 他能如何居住 你咱们 所受的父母的养幼子 老是 教导你的苦心 这个是供家 是一回上街 说 福到我们 给我们的 一切一切的 我们都接受了 这不就是所料理 他能如何居住 福法 重生的恩惠 我们怎么样 都在回报给大家呢 我们是一个学前的人 并不是像一个小乘治疗患 我们作业所学到的种种佛法 我们对父母给我们的恩怨 我们对老师给我们的教导 的苦心 我们对社会国家 所对我们的培养 对所有众生所赴予我们的恩怨 我们都要回报的 所以他人如何居住 我们就要如何将佛法来到 遍布满天下 回报众生 成行 成行 自己政府了以后 成行 如何扶照他人呢 所以当我们误度之后 我们所误度的这个禅心 是怎样能够扶照他人呢 成行 最主要的 他把自己和世界 我和你 调活成一个人 不是两个人 如果是一个人 你大家 不是我心里的人 对我心上来 我心中的人 我要爱护大家 如果把人 摆到自己指外 和对对起来 画下的红梗 你是你 我是我 这个世界就分老本意了 我们一个参诚的人 已经将人和我 不会分为义 其实人和我 融合为一体 只要当我们将人和我 融合一体的时候 我们才会关心别人 才会将别人 放在我们的心上 如果我们将人和我 分开 画一条红梗 那我们这个世界 就会分亂了 有一个人去把神 爬到山上 他这样说 人在神中 神在安容 是神救我 是我救神 始终有分别 始终有五分别 有一个人 他就去爬山 爬到山上 他就这样说 他说 我 在山上 山 在我眼中 到底是山 就我 还是我就山 始终有分别 也没有分别 因为各位大家 总有个把神的经验 大概大家都有个爬山的经验 人在神中 神在我的眼中 不是神的 神是我们 我们爬到山上的时候 人两山上 而这个山在我们眼中 到底是我们来到山上 还是山来到我们中中 我和山 是有分别 还是没有分别 我和山 是有分别 还是没有分别 山 表示行为的世界 我 表示我自我心中的世界 山 是代表我心外的世界 而我就是代表我自己内心的世界 我们把行为和行为 划分开来 内不是外 外不是内 我们往往是将外和内分开 或分外面的不是内面的 里面的又不是外面的 我们把我成心的本体和外面的现象 划分开来了 这个 等于是不内心结束 实际是空空 就是这些 是不是空空 不是这不行啊 实际上本体现象 二二为一 一二为二 我们能够懂得把我和山 本体和现象 融合一起 我和你都是一个 一大总相 范文的里面 美妙不变 如果我们将内面和外面分开为二 我们就没有办法 将它融合一体 有一个禅者 我们应该要将内面和外面的融合一体 一为二 二为一 八三人又在说 人在神头 神在卓下 事我等神 事神等我 始终有分别 始终有无分别 人在山头 山寨 脚下 到底是山等我 还是我等山 始终有分别 也无分别